來關心經過兩年的等待 台灣之光王敬明在上午重返大聯盟 披著40號球衣登板先發 總共投了4局 雖然第一局表現不理想 但後連送了4分 但隨後漸入佳境 連番製造了球迷思思念念兩年的滾地球出局 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我們來看到了南投的物樸公路 一名男子下班回家開車打瞌睡 不慎撞到了山壁四輪朝天 導致副駕駛座的朋友受傷了 現場狀況馬上聯繫給記者朱鮮明 來告訴大家 鮮明請說 謝謝鮮明 我們看到了真的再也不敢了 竟然撞的是四輪朝天 我們再來關心 如果週末要出去玩的朋友 可能要特別注意囉 台灣附近有雙台行程 青台納坦確定不來了 但是要留意的是9號颱風梅花的動向 一旦下週而高壓增強 梅花就可能逼近台灣 不排除可能成為今年的第一個青台的颱風 預估它下週四五是離台灣最近的 到時候北部東半部都會下雨 來看一下氣象局的最新說法 好女孩子小心走光囉 這是共聊海洋音樂季才結束 大家在海邊開心玩水 具有民眾反應 浮龍海水浴場 女生淋浴間 裡面的門簾太薄了 風一吹 正在裡頭淋浴的人 就會赤裸裸的被看見 很多人根本不敢在裡面洗澡 就連換個衣服也都都拿到旁邊的廁所 才能安心 超商退出的促銷竟然沒有比較便宜嗎 真的有這樣的事情 有一個民眾辦了知名超商的會員卡 每個星期四去會員日 都會去買13瓶的啤酒 因為這樣的話就可以打95折 在28號這位民眾又去買了 店內寫著兩瓶79元促銷 他以為可以更便宜 但發現結賬之後 竟然比以前用會員價95折足足貴了9塊錢 怎麼回事呢 一起來看看 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我們來關心了高雄市有個知名的 iolet賣場有民眾就發現 同一個品牌同一個款式的鞋子 只是因為樓層上下的不同 價格竟然相差了650元 而業者解釋了 一家是經銷商折扣比較小 另外一家是專櫃 走公司給的折扣是比較多的 但是消費者如果沒有多比較幾家的話 真的會很吃虧 好精彩的來了 台北電腦展為了吸引人氣跟買氣 甜美的showgirl是個必要條件 不過光長的質還不夠 有兩家廠商就找來了明星臉的辣妹 也有長的像大S 王怡仁 還有像日本混血Model Leah 可以說是台版的少女時代 另外一家則是讓胸圍至少C或D的辣妹 穿上熊貓裝 殺了不少宅男底片 好 今天新聞更多新聞重點 馬上把時間交給易青 好險易捷 五街新聞先帶你來看 今天好多球迷 那我剛才幾乎 真的有個這樣